街頭子彈飛 時煞火拼一槍傷 台南市新營鬧區前天深夜 出現宛如電影古惑宰般的街頭火拼 共十多人當街飛車追逐開打 一輛兵士轎車被砸得面目全非 一人下額中彈 送醫撿回一命 警方調查 兩派相似的年輕人KTV相遇 因嫌對方打招呼態度不好 發聲口角 一方請新營角頭助陣 另一方找來嘉義兄弟出馬 新營角頭分子開著兩部車 半路遭嘉義人馬攔截 兵士车被棍棒盆栽三角錐 打得車窗全破 另一輛黑車想回轉援助時 也遭對方車輛包夾 車上的新營角頭分子 下車十槍先對空名三槍 再朝嘉義人馬開兩槍 擊中21歲的王姓男子夏二 火拼過程約20分鐘 由於昨天是農曆食物 附近民眾在門前拜拜 被塗來的火拼場面嚇壞 警方根據監視器昨天約談雙方共七人道案說明 均推說不知情 有人便稱我只是來支援 見車就砸 不知前因後果 也有人說單純去喝牛肉湯 不知何故被砸 警方正追查槍手 以釐清案情 動新聞台南報導